国民党荣誉主席李延湛率团访问大陆 在昨天晚上抵达北京了 访问团在抵达之后 立刻赶往钓鱼台国宾馆接受宴请 而宴会结束之后呢 其他团员都回到了饭店 但是呢 李延湛是独自一个人留在现场 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辟示密谈 大家很好奇 两个人到底聊了些什么 李延湛没有多做回应 留给外界好多的象象空间 晚宴结束 团员纷纷回到饭店 却始终不见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湛的身影 在场所有人满头雾水 半个多小时过后 男主角终于出现 愿队记者提问连湛没有多做回应 消失了半个多小时引起关注 全是因为周日晚间抵达北京后 访问团就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接受国台办宴请 但连湛却没有和大家一起离开 而是国台办主任王毅辟示密谈 外传国台办主任王毅 即将升任大陆外交部长 两人命会是为了叙旧 还是沙盘推演周一上午的联席会 突如其来的举动 抢尽媒体目光 在接受国台办的宴请之后 连湛又留在现场 隔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饭店 到底聊了什么 在联席会前夕备受关注 以上中视新闻曾经好将是场民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